从09-10赛季结束到现在,太阳已经连续8年无缘季后赛了。 过去几年,太阳在选秀大会上都拿到了不错的签位。 可惜眼光实在一般,每年都在摆懒的他们。 上赛季仍然是一只知足的弱驴。 直到今年休在期,太阳才真正让外界看到了一些复苏的希望。 选中爱顿是太阳队史上第一次拿到撞千,他们没有过多犹豫。 这名模板文海军上讲,有着画时代天赋的中风可能是太阳重新开始崛起的第一步。 而除了爱顿,太阳在今年选秀大会上还通过交易得到了十号秀布里奇斯。 自由市场上,太阳花费了不小的代价牵下了阿里扎。 考虑到铁扎是当今联盟最出色的三地球人之一,所以一年一千五百万海寸可以接受。 而交易市场上,太阳打包两个八号秀乃特和克里斯,换了那空间形大前锋安德森。 虽然安德森的合同有幸溢价,但考虑到奈特去年遭遇重伤,状态可能很难恢复从前。 所以太阳这笔交易也是情理之中,安德森的防守在季后再容易被对手针对。 但是与常规赛而言,他完全够用了,补强还没结束,太阳下一个目标,是引进一名库外,并瞄准了贝福利、丁维迪以及约瑟夫。 目前快船后卫线上太过拥挤,有陆威、布拉德利、新秀亚利山大和杰罗梅罗宾逊、贾安·埃文斯、特奥多西奇以及桑贝尔,如果太阳能从快船那交易来贝福利,这无疑将会进一步提升球队的实力。 贝福利加德文布克加阿里扎加安德森加艾顿的首发阵容,完全是弱化版火箭的存在,阿里扎和安德森不过是换了一支球队。 德文布克、类似哈登,这位德奔能力强的后场核心,贝福利是顶级3D空爱,爱对运动能力出色,相比卡佩拉进攻能力更丰富全面。 除此之外,太阳还有钱得了,约石杰克逊、TJ波伦、丹尼尔斯这些不错的替补,这样的阵容有希望在新赛季去冲击季后赛,希望太阳能顺利拿下贝福利。 别忘了,黑北在16-17赛季,还入选了防守一阵。